張喜 sizing... 大家好 我是陳語祥 今天要來跟各位說的是 推動理想從我開始 我是一個 潮流品牌不是2501的創辦人 同時也是公共議題推廣的熱血青年 我会创办2501这个品牌 是因为当初我父亲癌症住院 我在病房照顾他的时候 常常看到很多病人在病床上 最喜欢做一件事 就是后悔 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对谁好一点 后悔自己当初年轻的时候 没有多做一些什么 所以当我父亲过世之后 我就思考自己应该要做些什么 才不会让自己将来在病床上后悔 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专长 成立一个企业 创办一个品牌 再利用品牌的光环 照亮这个世界 我们卖衣服 取得营收 再将这一笔营收 用来投入公共议题 公共活动的参与跟推广 照片中 就是某一年的圣诞节 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 跟荣光育幼院 在圣诞节 一起举办这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 那这里面的育幼院的小朋友 有些是因为父母坐牢 有些是家暴 甚至是性侵 所以我真的非常的荣幸可以在圣诞节跟他们一起举办这个活动 而能够有这个活动呢 就是因为支持2501品牌的群众跟我们买衣服 让我们有营收可以跟着荣光育幼院把社会的温暖分享给这群小朋友 而这个社会企业理念呢也得到了蔡英文总统的肯定 把我们列为在地希望品牌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推动理想 从我开始 你一定要成立企业 或者是成立一个品牌吗 不能从简单的我开始吗 当然可以 有一个媒体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啊 就是直播 你可曾有想过 这个小小的直播按钮 也是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 社会更美好的一个力量吗 就拿我们品牌来说 我们会定期的举办公益直播 藉由这种议员起标的号召吸引大家关注 再将拍卖所得捐给相关的公益团体 并且藉由直播 推广这些公益团体正在努力的议题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他们 支持他们 或者是可以找一群朋友 上节目来玩游戏 玩抽鬼牌啊 或者是玩call in 藉由这些好笑 轻松又幽默的互动 再顺便带入公共议题 让观众可以用一个比较愉快的心情 去了解这些冰冷冷的议题 让他们可以知道这些议题 正需要大家的关注 还有参与 那直播这个按钮 其实是每个人都有啊 所以你们也可以跟着我一起 利用直播 推动理想啊 譬如说 某一天 你们经过一个车站 你们看到一个颜面伤残人士 他正在卖可爱的布偶娃娃 你付出你的慷慨 上前去 跟他买了一个可爱布偶 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播啊 你可以借由脸书告诉大家 这里有人需要帮助 你的朋友看到了 就会前来特别跟他购买这个可爱布偶娃娃 或者是你的亲友 会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 借由社群网络的传播 让更多人知道 这里有人需要帮助 也许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些布偶娃娃就全部卖光了耶 那他能够那么顺利的发展 全部卖光 就是因为你开了这一档直播 所以说从现在起 你还不跟我一起推动理想吗 虽然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你说 我们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为善不欲人知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 可是每次听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海中就会有很多的黑人问号 为什么我做一件好事 我要这样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 我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 我又不是卖黑心油 我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在做好事 对啊 我为什么不可以成为 那个抛砖引玉的第一人 因为东方人很害羞的 每个人或许都有良善的心 但是他就不敢去做 他要看到别人先做了 他才会从后面跟进 所以如果说你的高调行善 造成更多人回想加入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情 就拿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一件事来说 大家还记得高雄八一气爆 当时的高雄很多建筑物坍塌 死伤人数惨重 所以各方都涌入大笔的捐款 那因为那时候是县市长选举的关系 记者还有PTT的乡名都在比较说 哪一个政治人物捐的比较多 哪一个政治人物捐的比较少 可是同时也有另一股声音说 你们这些记者乡名啊 你们也都不捐钱 只会在那边酸 对社会毫无贡献 于是我就在PTT发起了一个 乡名到全家超商捐款的活动 由乡名捐款之后 贴出他的收据 我来帮大家计算 我们乡名到底捐了多少钱 一开始就只有我贴出了第一张收据 我捐出的小小三千元 但是在七小时之后 这三千元就借由乡名的力量 达到了三十万元 并且上了东森新闻 再借由新闻的报道 引发更多人来捐这一笔款项 来玩这个游戏 虽然说并不是每个乡名 是因为看到我的发文 他才去捐这一笔钱 但我相信 应该有很多害羞的乡名 看了很多人 把收据贴上来之后 他也加入我们 走出门外 去全家超商捐了钱 把收据贴上来 那这一切一切 就只是从 我简单的发股文开始 我舍弃了 为善不欲人知 而选择了推动理想 从我开始 最后我想问大家 现场有没有人是 你家人正在生病 而你帮忙照顾的 你不用举手没关系 那我希望现在 各位可以大家 给这些人呼呼掌 因为照顾家里生病的人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你们很棒 也很勇敢 我在我父亲 癌症住院的期间 我在病床上 看到很多陌生人死亡 我体验过生活费 医药费 还有房租水电 一次在跟你追讨的 那种压力 所以我真的可以体会 你们的感受 若是说你们觉得 自己没有掌握好 真的没有关系 你们已经很棒 也很努力了 而这些辛苦的人生 或许并不是说 在场每一个人 你们都能够深刻体会 可是我必须 很现实地告诉你们 这些人 就活在你的周遭 让社会更美好 这一件事 需要大家的力量 你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成立一个企业 或者是成立一个品牌 你也可以从一些 生活中举手可得的 小资源做起 如果你看到哪一个公益团体 他需要帮助 你就为他发个文 让更多人可以关注他们 如果说 你正在进行一件 良善的事情 一个公益活动 你就可以直播给大家看 让大家来参与你 推动理想 从我开始 细心观察 生活周遭 用你自身的力量 帮助 正在发出求救讯号的人 或许你的小小动作 就会成为大家心中的超级英雄 或神力女超人 我是陈宇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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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